我们来看一下沙赫特的两因素的情绪理论如何来解释他的实验结果 那么沙赫特从他的实验结果当中发现 如果说我们把情绪的产生机制理解为是对生理反应的这样的一种表现的话 那么三个组的个体三个组的被试实际上他们注射的这个药物是一样的 那么他们应该引起同样的情绪反应来 那么如果我们把情绪的反应他的机制理解成是对环境刺激 就是是由于环境刺激导致了我们不同的情绪的话 那么这时候三组被试就应该有一半的个体 他们是处于愉快的状态 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是愉快的环境 那么另外一半的个体应该产生不愉快的情绪情感 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呢是不愉快的 那么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如果我们把情绪情感理解为个体单独的认知因素所导致的结果的话 那么这时候呢三组个体应该是不一样的啊 应该是不一样的 那么第一组呢因为我们对他的解释是说他注射了这个药物以后 然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非常严重的情况 那么他应该是这样一种情感 产生这样一种比较剧烈的情绪情感 那么第二组呢是轻微的 那第三组我没有对他做任何情绪任何这个认知解释 所以这三个组的背试他们产生的情绪情感也应该是有所不同的 应该和这个药物的直接反应 或者应该不受药物反应的影响应该受我们对他的解释这种影响 但是事实上结果却不是这样 事实上的结果是第一组的背试 他们没有报告产生愉快的或者是不愉快的情绪情感 不管他们处在哪种情境里面 他都没有这种报告 那么他们的报告是什么呢 完全是一种药物的反应 药物的反应 那么第二组的背试 第二组的背试 这时候却发生了变化 第二组的背试呢 那么待在愉快的环境里面的这样的一些背试就报告自己愉快 待在不愉快的环境里面的背试就认为自己不愉快 他就产生了不愉快的情绪情感 那么第三组的背试 我们当初没有对他做任何注射药物以后 要有什么样反应解释的这种这种背试呢 他们呢 也和第二组一样 也和第二组一样 待在什么样的情境下 然后就出现什么样的情绪 那么在这样一个面对这样一个结果的时候 沙赫特就提出来 他说实际上啊 是有来自三个方面的信息影响了个体的情绪情感体验 影响了他的情绪情感的产生 那么这来自三个方面的信息同时都要经过大脑皮层的整合作用 然后他们共同产生了某种情绪或者情感 产生了情绪情感体验 那么这三种信息是什么呢 就是环境当中的刺激 环境当中的刺激 比如说那个被试是呆在愉快的环境里还是呆在不愉快的环境里 那么直接的这种环境刺激会影响到他 另外一个方面的因素呢 是生理因素 就是我们注射药物以后 这个药物导致的我们的生理变化 这种生理变化我们体体会到我们感觉到以后 也会产生情绪情感的这个变化 那么第三个因素是认知评估因素 也就是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情境环境当中的因素 以及如何去看待我们的生理变化 那么这三种因素 他们共同在起作用 他们经过大脑皮层的整合以后 他们共同的起作用 然后导致了我们产生某种情绪 并不是其中的哪一个就可以决定情绪情感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沙赫特和辛格就非常强调这三种信息的整合 但是在这三种信息的整合过程当中 他们又认为认知因素是最重要的 认知因素是一个核心因素 那么根据这样的一种推测呢 沙赫特和辛格就提出了情绪产生的三个亚系统 三个亚系统 那么第一个亚系统就是说 个体要对来自环境输入的信息进行知觉分析 对来自环境输入的信息要进行知觉分析 这是第一个亚系统 我们先要对我们所处的环境 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什么信息 要对他进行分析 然后第二个亚系统呢 就是由长期生活经验建立的 对外部影响的一种内部模式 他也在起作用 就我们由于过去的经验 我们建立了一种对什么样的对什么样的这种外部影响 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 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 那么这个内部模式 他也会起作用 那么第三个亚系统呢 就是现行的情境分析 现行的情境分析和基于过去经验认知加工之间 然后有一个比较系统 我们不断的在进行比较 对现在的这种情境 他的信息和我们过去的基于经验所建立的那样的一种模式 那样的一种分析啊 就过去的那种认知结构要进行不断的比较 那么比较完了以后呢 比较完了以后呢 这时候呢 他就会这个引起我们不同的生化系统和神经系统的这种激活激活 那么这时候他和效应器联系起来以后就引起了我们的反应 所以说在一个情绪产生的过程里边呢 实际上是有这样三个部分的活动 三个亚系统的活动 那么一个是认知 一个呢 就是我们过去已经建立好的这种内在模式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不断的在分析和比较 就是对外在的信息和你过去的这种应激状态 过去所建立好的这样的一种系统来不断的进行比较 那么这种比较呢 他可以使我们产生激活 而且他他会和我们的效应器官联系起来做出使得我们做出各种各样的反应 比如我们再回到那个沙赫特的实验当中来 那么沙赫特他对他的实验解释 他就说第一组的个体为什么不受环境的影响 为什么不受环境的影响 他为什么没有报告这个愉快或者不愉快的这种情绪情感体验 是由于我们给他做了正确的解释 我们的这个主事给他做了正确的解释 那么这时候他看到了环境的刺激 那么环境刺激他也感受到了 但是同时呢 他也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内在的这种变化 好 那么他这时候呢 环境的刺激和他身体内在的变化 都被他通通解释成 解释成药物的反应 解释成药物的反应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一组的个体 他不管待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 由于药物反应 他做了正确的解释 那么这时候呢 他就不产生情绪体验 因为他的认知 他的认知评价是做了这样的一种正确的 药物反应的这样的一种解释 那么第二组的背试和第三组的背试就不一样 他们并不知道这种药物要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反应 所以说这时候呢 药物反应可能对他来说 仅仅是一种生理激活 仅仅是一种生理激活 也就是说他们呢 都感受到了自己的生理变化 身体里面的变化 那么这时候他到底产生愉快的情绪 还是不愉快的情绪呢 那么就依赖于他所处的环境 然后他对环境信息所做的不同的解释 那么当他处在愉快的环境里面 当然这种愉快的环境是他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符合他自己认知系统的这样一种解释 于是他就认为自己的生理变化是由于愉快环境所导致的 因此他产生了愉快的情绪体验 那么另外一半的被是同样的 他也是不知道自己的这种生理变化到底是什么原因 那么生理变化又让他感觉到了 于是他就感觉到了这种生理唤醒 那么这时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的这种生理变化呢 好他就全把它归因于环境因素了 但那么由于环境因素是让人不愉快的 所以他产生了不愉快的情绪体验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沙克特的这个研究呢 他认为生理唤醒可能是同样的 但是呢我们对生理唤醒有不同的认知 有不同的认知性唤醒 那么他们共同作用以后就导致我们产生不同的情绪情感体验 这是第二种认知理论里边的第二种 那么第三种呢是拉扎勒斯的认知评价理论 拉扎勒斯这个理论呢是70年代 诞生于70年代 拉扎勒斯认为情绪是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一个产物 那么情绪呢 他主要是个体对环境事件知觉到对自己有害或者有意的时候的一种反应 比如说我们对这个外界环境啊知觉的是对我有害的 那么这时候我肯定产生的是负情绪 那么如果我知觉到这种这样的一种刺激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 那么这时候我就产生了正情绪 所以他认为情绪的产生实际上是刺激作用于主体以后 主体呢对他进行了一个判断 这个判断呢依赖于主体对他判断的是对自己有害还是对自己有有有意义 那么判断有害和有意义就导致产生不同的情绪 那么在个体进行判断的时候实际上在进行三个层次的评价 拉扎勒斯认为这三个层次的评价呢 呃是这样的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呃出评价 也就是确定这个事件事件对于自己是是否有利害关系 有没有关系 如果和我无关我根本就对他不产生情绪 那么如果对我有利我这时候才对他进行正向情绪的反应 那么有害我就产生负向情绪 那么我们首先要决定他自他对我们有没有利害关系和我们有没有关系 如果认为是有害的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产生逃离他啊 逃离他或者是呃攻击他等等这样负向情绪 那么反过来呢就是接近他 那么这样的一种出评价对于个体的生存适应是非常有非常有重要意义的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也就是说我们最初呢是对外界环境对外界的自己采用的是接纳还是躲避的这种态度 那么就取决于这个出评价 出评价以后呢紧接着我们就要进行次评价次评价也就是第二级的评价 那么这时候的次评价主要的作用是调节和控制自己的反应行为 调节和控制自己的反应行为 也就是说我们出评价以后知道他对自己是有关系的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开始调节和控制自己的反应了 那么我们做出反应之前呢要根据自己的经验要去判断我们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比如说觉得那个那个刺激对我是有利的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判断 哎我对他微笑呢 还是我对他拥抱呢 还是我对他怎么样接近呢 那么这时候根据你的经验来做出你的反应的合适的反应的这种行为 那么这种反应这种次评价完了以后呢 我们还要再进行再评价 就是说当我们做出了一种情感情绪的体验或者一种反应以后 我们还要对我们的反应再进行评价 所以再评价是更高层次的评价 也就是要评价情绪和行为反应的有效性和示意性 我们做出的这种反应是不是很合适 是不是很有效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一种反馈性的行为 也就是他呢 呃导致你导致你控制自己的行为 你是继续做这种行为呢 还是中断这种行为 那么在必要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还要改变自己的行为 所以说整个的系统是一个由这样三子三种层次的评价所构成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理论呢 告诉我们在产生情绪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认知系统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在进行不断的比较 不断的判断 不断的评价 那么首先要评价这个刺激和我们的关系 然后再评价我们该做什么样的行为 其次呢 最后呢 我们还要评价我们这种行为到底做的怎么样 到底有效还是无效 那么反复的经过这样三个层次的评价 我们这个个体的这种情绪才能够表达的更完美更好 那么这些是情绪情感的认知理论 情绪情感的认知理论 也就是说我们在在这个讲到这个情绪情感 它的产生过程的时候 那么有一部分心理学家认为个体的主观体验 个体主动的认知评价是起着决定作用 是起着决定作用 那么在这个认知理论里边我们讲了三种理论 第一种呢 是阿诺德的这个评估学说 评估学说 第二种理论呢 是沙赫特的两因素说 第三种呢 是拉扎勒斯的认知评价理论 那么这三种理论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非常强调 当刺激作用于个体的时候 个体所产生的一种主观的评价 个体的经验 个体的这个知识在里面所起的作用 那么第三种理论是情绪的这个动机分化理论 情绪的动机和分化理论 那么这个理论和前面的理论有所不同 这个理论他认为情绪啊 是人格当中的一种动力的 具有动力色彩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内容 所以说他们认为情绪的动机分化理论呢 认为情绪呢 实际上它是构成人格的一种基础 是构成我们整体人格的基础 只不过在这个构成人格的时候 我们是具有动力色彩 是具有动力色彩的 那么这个理论的核心观点可能有三个方面 我们分别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观点呢 就是他们认为情绪是人格的 是情绪是人格系统当中的动力系统 情绪是人格系统当中的动力系统 也就是说人格系统 像这个就是用情绪的动机分化理论来描述人格系统的话 那么一个著名的研究者叫以扎德 那么以扎德他认为人格的整体系统是由体内平衡系统 内趋利系统 情绪系统 知觉系统 认知系统和动作系统 这样六个词系统构成的 六个词系统构成的 那么在这六个词系统当中呢 其他的都是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种系统 比较静态的一种系统 那么情绪系统是推动他们作用的 是组织他们作用的一个系统 所以情绪系统是一个核心系统 它是一个动力 它是一个核心动力 如果没有这个动力 其他的系统就不可能运动 就不可能变化 就不可能发展 所以说情绪系统是非常重要的 人格系统当中的一个子系统 那么它呢 具有动力性 它可以组织并且驱动个体的其他系统 认知系统啊 或者行为系统啊 那么没有情绪系统 这些系统就变成了一个死系统 那么第二个观点呢 是认为情绪系统 情绪系统 它呢 既然它是一个核心的动力系统 那么就要对情绪系统的功能 情绪系统的这个构成啊进行探讨 那么以扎德呢 对这方面也做了一些探讨 他探讨了或者表明了他的情绪系统 其功能的这个理论 那么 我们也给大家讲一下吧 这作为第二个问题 那么他就认为情绪系统实际上包括有什么呢 包括有神经生理 表情行为和情感体验 讲三个子系统 他们还和什么呢 还和情绪系统以外的认知系统和行为系统 他们又发生了一些联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三个子系统和情绪系统以外的其他系统发生联系以后 他们就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格系统 那么在这个里边情绪他的功能情绪系统的功能是什么呢 那么以扎德认为情绪 他的产生涉及非常广泛的神经结构 比如说丘脑性人和还有脑干 我们前面所所讲的一些这个外周神经系统等等 都和我们的情绪产生是有关系的 像内分泌系统啊 躯体神经系统啊 自主神经系统啊 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说情绪呢 他在产生的时候 他的生理方面 他的生理方面主要是和这样的一些中枢神经系统或者外周神经系统或者躯体神经系统啊都是有关系的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表情的产生 表情的产生 那么以扎德认为表情的产生是和神经肌肉活动以及感觉反馈相联系的 和神经肌肉系统和感觉反馈相联系的 比如说表情活动呢 通常有大脑皮层当中有一个古老皮层来进行调节 那么这样的一种古老皮层 他调节的作用呢 就使得个体更能够更好的适应他的社会生活 能够适应他的这个生活 比如对于古原人来说就是这样 个体呢 他通过他做了一种表情 比如张牙咧嘴的 呲牙咧嘴的 那么这样一种表情呢 就适应了他碰到恐惧事件 碰到惊讶事件的时候的这样一种生活 那么后来他作为一种生物进化的结果就流传给了我们今天的人 我们现代的人 那么这是第二个方面 情情这个表情的行为 他是通过神经肌肉的活动和感觉反馈来来这个控制的 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情感体验 情感体验呢 实际上以扎的认为 他是通过躯体和脸部的这种活动模式的反馈信号来进入我们的意识状态的 进入意识状态 也就是说每次我们出现情感体验的时候 可能是由于你脸部的一些肌肉变化 然后你脸部的肌肉变化呢 又在你的长时间的这种经验的作用下 你对不同的脸部肌肉变化有了不同的认知 然后就产生了不同的体验 那么由于这样的一种固定模式 他进入到了我们的意识状态以后呢 那么我们就产生了相应的情感体验 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论述呢 对于我们调节自己的情绪是非常有作用的 非常有积极的作用 特别是调节自己的心理健康 有着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比如说我们已经知道了 我们对于这个不同的表情有固定的这样的一种理解方式 不同的面部肌肉 然后会产生不同的表情的这样一种理解方式 那么这时候呢 当一个人不愉快的时候 我们训练他 让他去调节自己的某一部分的肌肉 比如说让他做出微笑 那么这个个体反复的做出微笑 这种反复的做出反复做出来的开始是假微笑啊 那么这种假微笑呢 他引起了肌肉的活动 那么肌肉的活动 他有一个固有的解释模式 就是这种肌肉活动会和正向的情绪 会和愉快的情绪 快乐的情绪联系在一起 所以这时候呢 如果你反复的做这种做这样的一种肌肉的运动啊 那么他就会导致你觉得自己是挺高兴的 觉得自己是挺高兴的 所以说通过这个反过来的这种训练呢 我们可以进行自我情绪调节 那么这个在心理治疗方面用的是非常多的 当一个个体长时间的处于一种不良的情绪状态的时候 那么他呢 可能会影响自我认知 会影响他的个性结构 会影响他对一切事物的态度 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训练他 让他摆脱消极情绪 那么其中有一种办法 就是训练他的脸部肌肉 让他做出微笑 让他每天对着镜子 自己对自己微笑 那么反复的这种微笑呢 那么由于他固有的那种认知模式 就导致了他的情绪情感的产生 也就是正向的情绪情感的产生 当然反过来你也可以训练一个人 总是做不良的这种表情 做不良表情的那种肌肉训练 那么也可能导致他不良的这种情绪情感产生 当然这个是不利于心理健康的 我们要注意的 那么第三个观点呢 就是以扎德还提出了情绪激活和调节的作用 情绪激活和调节的作用 那么以扎德认为情绪的激活和调节 那么包括四个基本过程 包括四个基本过程 这四个基本过程呢 就是第一个过程是生物遗传神经内分泌 这个过程这样一个激活过程 第二个呢是感觉反馈的激活过程 第三个是情感激活过程 第四个呢是认知激活过程 那么由于这样四个激活过程使得我们不断的可以对自己的情绪进行调节 比如说第一个激活过程就是生物遗传神经内分泌的激活过程 那么这个激活过程呢 它可以直接激活情感体验 就是由于我们身体的生理状态 内分泌的状态的这种变化 它可以影响到我们的这种情绪情感体验 并且呢这个情绪情感体验 它还这个激活过程还会影响到其他就是后面三个激活过程 后面三个激活过程 比如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那么这个图呢就是第一个第一个激活过程是生物遗传神经内分泌的激活过程 第二个是感觉反馈过程 第三个是情感激活 第四个是认知激活 我们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出来 这个图呢 它是可以直接导致情感体验 它可以直接引起我们的情感体验 另外呢 这个图 这个生物遗传或者神经内分泌的过程 它同时呢也会影响到其他三个激活过程 比如它的它呢可以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感觉反馈过程 比如说当我们出现了出现了这个生物遗传和神经内分泌的变化以后 那么我们个体呢会产生感觉 你的机体感觉会产生 那么这种机体感觉呢它就会影响到你的感觉反馈 因为它也会把信息通过你的感觉通道传递到大脑 大脑这个地方来 那么另外呢 生物生物遗传和神经内分泌的这个激活过程也会影响到情感的激活过程 也会影响到这个情感的激活过程 比如说我们本来产生了一种情绪 那么这时候呢 由于生物遗传的内分泌这样的一种激活过程 它可能导致另外的一种机体变化 那么这种机体变化又导致了你的感觉反馈 使得你可能产生同样产生另外一种情绪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的情感激活就被它激活了 那么我们可能会从一种情绪转化成另外一种情绪 那么第四个第三个方面呢 它还会影响到认知激活过程 认知激活过程 比如说我们在对自己对自己的这种各种身体状态什么的有一些感觉以后呢 那么我们这时候就会对它进行评价进行比较进行评价和进行比较 那么生物遗传和神经内分泌这个过程 它同样可以激活这个激活我们的这个评价和比较过程 它会影响到你的评价和比较 因为你出现了身体的反应嘛 那么这时候你对身体反应如何进行评价呢 那么它也会激活这个过程 所以说生物遗传神经内分泌这个激活过程是一个最基本的过程 是一个最基本过程 那么它可能会由于身体的变化 由于内分泌的这个情况不同 然后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情绪体验 那么其他三个激活过程也同样 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情绪体验 比如感觉反馈 它可以把表情肌肉方面的活动 那么所传递的信息带到我们的大脑 带到我们大脑 然后大脑对它由固有的这种模式 然后产生相应的情绪情感 就是我们刚才举的例子 通过训练表情 我们可以调节自己的情绪情感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情感激活过程 就是一种情绪 它可能会引起其他的一种情绪 比如我们开始紧张 那么后来紧张可能就会导致愤怒 那么第四种呢 是认知激活过程 在任何一种情绪产生的时候 我们的认知比较和评价都会起作用 所以一扎的认为呢 个体的情绪激活和调节实际上是有这样四个子过程 那么这就是情绪的动机 动机分化理论 情绪的动机分化理论 那么这个理论呢 主要认为情绪具有动力色彩 情绪具有动力色彩 它构成了我们人格的一个动力系统 那么在这个构成当中 情绪又由又是由三个子系统构成的 这三个子系统就是神经生理表情行为和情感体验 这样三个子系统 那么这三个子系统它如何工作呢 它是通过情绪的激活和调节来进行工作的 这是以扎德的这个理论 那么第四节我们就讲完了 第四节主要讲了情绪理论 在这个情绪理论当中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三种情绪理论 首先介绍的是传统的早期的情绪理论 那么其次呢 我们介绍了认知理论 然后介绍了情绪的动机分化理论 那么第五节的内容 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下 关于情绪的调节 情绪的调节 我们在前面呢 已经介绍了不少情绪方面的知识 情绪和情感方面的知识 我们知道情绪情感 它对于人的健康生活 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如果我们总是处于一种这个应激状态 或者我们总是处于一种负的消极的情绪状态 实际上对你的身心健康是很不利的 那么如果你持续的处于一种紧张的 高度这个强烈的啊 非常强烈的一种愉快的情绪情绪状态 实际上对你也是不利的 所以我们有必要呢 看看自己能不能主动的去控制自己的情绪状态 自己能不能主动的去控制自己的情绪状态 然后呢我们这个能够有效的去调节自己的情绪状态 让自己的情绪状态处于一种有利于我们身心健康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好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第五节要讲的内容情绪的调节 那么这里边呢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讲 一个就是先讲一讲什么是情绪调节 然后呢情绪调节有哪些类型哪些类型 最后呢介绍情绪调节的基本过程 好我们先来看什么是情绪调节 情绪调节呢主要是指个体管理和改变自己或者他人情绪过程 他人的情绪过程 然后通过一定的策略和机制使得我们的情绪在生理方面主观体验方面 以及表情行为方面都发生一定的变化 使得他们更符合我们的希望更符合我们的要求 这样的一种过程 我们把它叫情绪的调节 那么情绪的调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调节 一个就是具体情绪的调节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情绪啊 比如说像愤怒啊高兴啊悲伤啊等等 这些呢都是具体的情绪 那么这些具体的情绪如果它的量太大的话 如果它的强度太大的话 对我们都有都有不好的这种影响 所以我们对具体情绪需要做一些调节 这是一个方面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还要对唤醒水平进行调节 我们知道情绪的感感受啊自我的这种体验 它和唤醒水平有关 如果说你没有唤醒水平过高 如果没有唤醒水平 简直就太低了 那么这时候你就体验不到情绪 如果我们长时间的体验不到正向的情绪的话 这个个体也会变得非常的消沉 那么如果你的唤醒水平非常的高 你长时间的体验到正向的或者负向的这种情绪 那么这时候你的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疲劳 你会觉得非常的疲劳 总是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 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也需要调节 因此呢对于唤醒水平过高或者过低 我们都要对它进行控制 让它处于一个最佳的中等的唤醒水平 那么第三种这个情绪调节呢 调节的内容呢是关于情绪成分的调节 也就是说不同的情绪啊不同的情绪 它都会给我们带来主观体验表情行为 还有这个生理反应 还有生理反应 那么对于这样的不同的这种情绪 我们对它不同成分啊要进行调节 比如说生理反应强呢 还是主观体验强呢 还是表情行为多呢 那么对它呢要进行一些调节 另外呢我们还要调节这个情绪的不稳定性 以及潜伏期这样的一些在行为方面有所表现的调节 当然我们也要调节情绪系统以外的认知和行为方式 就你如何去认识自己的情绪 如何去表现自己的情绪 对这一方面我们也要进行调节 所以情绪的调节主要就是指我们个体有意识的去控制自己的情绪 去管理自己的情绪 或者去控制管理他人的情绪 让他们表现的更好 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叫情绪调节 那么在调节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三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具体情绪我们要进行调节 第二个呢就是情绪的这个换起生理换起要进行调节 第三个就是情绪的成分我们也要进行调节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要讲的情绪的调节类型 而情绪的这个调节的概念 那么第二个方面是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情绪调节的类型 也就是我们在进行三个方面的调节的时候到底怎么去调节呢 到底怎么去调节呢 目前情绪的调节分为几个类别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分啊 那么首先一个分类方法就是把情绪调节分为内部调节和外部调节 那么内部调节呢就是我们对来自内部的像生理心理方面的行为这方面进行调节 比如通过改善人的情绪呃来对他进行调节 那么这时候像一个人如果说呃他失败了做了一件事情失败了 那么这时候他一定很沮丧 这时候呢我们就通过改变他的认知 改变他的认知因素 比如我们劝他说你这次失败了主要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哎主要是因为你没有努力 他本来可能觉得自己无能啊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告诉他可能是因为你努力不够 那么这个个体他就把他失败的原因理解为是努力方面的因素 于是呢他改变了认知因素 这时候他的情绪状态就会发生变化 那么这种调节我们把它叫内部调节 那么外部调节呢 我们是通过外部的环境来对他进行调节 比如一个很不高兴的一个人 我们让他处于一个很愉快的环境里面 让他到这个平平清音乐 到一个很高兴的到大自然当中很美的大自然当中去散散步等等 那么这些外界的美好的这种刺激刺激了他 他使他改变了自己的内在心理状态 改变了内在的情绪状态 那么这样的一种调节叫外部调节 那么我们进行调节的时候 情绪调节的时候应该两种这样两种手段呢 同时结合起来来用 有时候呢你仅仅对他进行劝说 仅仅引起他的内部调节可能是不够的 那么需要外部调节来作为辅助 那么有时候我们如果仅仅作为仅仅用外部调节来调节个人的情绪呢 可能也会不够 因为外部调节他毕竟是一个短暂的调节 那么在外部调节的同时我们应该也导致他内部调节 这样他才能够更好的调节自己的情绪 那么第二种分第二种类别呢是修正调节维持调节和增强调节 那么这种调节主要是从他这个调节的内容啊来来说的啊 比如说这个修正调节呢 就是我们要去把负性的情绪呃降低降低 比如说你这个主要是对这个不同的具体情绪的调节来讲啊 那么如果你的负性情绪太多了 我们就要调节你让他要减少 那么正性性正性情绪呢我们要维持要对他进行维持呃 像高兴啊快乐啊 兴趣啊有兴趣啊等等这样一些情绪我们就要对他进行维持 那么对于一些情绪呢还要进行积极的干预 比如说对于抑郁或者淡漠这样一种情绪或生理换气比较低的一种情绪 我们就会对他增强让他达到让他把它变成一种积极的情绪 对他进行那个呃调节对他进行调节这个就是增强调节啊 不是生理换气的我刚才讲的不对 那么生理换气主要是改变他的这种换气强度 那么我们现在做的增强调节不是这个意思 增强调节就是把那些呃不利的本来对我们有点负性的这种情绪 我们把它变成正性的情绪让他变成一种积极的情绪 那么这个是针对于具体的情绪具体的情绪来进行的调节第二种 第三种调节呢是我们进行这个原因调节和反应调节 原因调节和反应调节也就是从情绪的结果来进行调节 那么原因调节呢就是我们调节引起情绪的原因 那么从而对呃让个体呢对情绪或者对情绪的产生过程 或者对他的情绪情境啊对他的生活环境进行重新的认识 那么转移他的注意力这样呢引起他的情绪改变 引起他的情绪改变 那么反应调节呢是我们情绪出现了以后 这时候呢我们采取一些措施去增强他增强他 比如是一个积极的情绪我们就去增强他 如果是一个这个消极的情绪我们就去减少他 那么积极的情绪我们设法去延长他 那么消极的反应我们设法去缩短他 那么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 这个就是呃反应方面的调节主要是表现在他的表情 表情反应或者他的一种情感体验或者一种行为反应方面 那么从这些方面我们对他进行调节 这个就是反应调节 那么这是第三种啊原因调节和反应调节 从结果上来看 那么第四种呢我们从方向上来对他调节 那么可以叫做良好调节和不良调节 比如说你让这个情绪啊从消极的转化成了积极的 从不良情绪转化成了良好情绪 那么这种方向的调节就叫良好调节 那么有时候有些人他的情绪本来是不怎么样的 没有太大的伤害的 但是他呢由于自己不能调节自己 然后或者说他只能做他没有做良好的调节 那么使得这个情绪变得越来越坏 那么这种情绪就是一种这种情绪调节 就是不良调节 不良调节 所以说我们在进行情绪调节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应该提倡这个情绪的调节方向 就是你要注意让自己的情绪朝着良好的方向去调节 让自己的情绪体验认知过程还有你的行为反应 达到一个协调的这样一种程度 而不要产生了一种复向情绪以后 然后呢我们再用强化 再用行为去强化他 让他愈演愈烈 然后变得更复向 那么这就是不良调节 这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 好那么情绪的调节呢 他的调节的类别呢 主要从四个方面我可以对他进行简单的分类 那么不管怎么分类呢 我们都应该意识到一点就是情绪 我们应该向好的方向去调节 而不应该向坏的方向去调节 那么接下来大家就要问了到底怎么去调节呢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 情绪调节的基本过程 情绪调节的基本过程 那么情绪调节的基本过程啊 可以从这样呃三可以从这个五个方面来看 五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先要进行生理方面的调节 生理方面的调节 我们知道生理唤醒他可以导 他可以影响到情绪 所以说生理方面调节一定要注意 比如我们要避开引起我们强烈的不良 生理反应这样的一种环境 那么第二种调节呢 就是进行情绪体验的调节 那么当个体产生情绪体验的时候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要对他进行调节 比如说这个情绪体验呃 他太低了太低了 那么这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增强 那么如果他太高了呢 我们可能就会这个减弱 所以说这个他自动会有一些有一些调节 当然我们从外界也可以去促使他的调节 这种调节 就是情绪体验 自己的情绪体验也会进行调节 那么第三种调节就是非常重要的调节了 是我们采用行为来调节自己 调节自己的情绪 比如我们通过控制自己的行为 通过控制和训练自己的表情 这时候呢 可以抑制那些不适当的情绪表达 可以促成那些良好的情绪表达 那么这个对于身体健康 对于心理健康都是有重要作用 所以我们应该在表现自己情绪情感的时候 自己处于一种意识状态 你经常能够意识到 爱自己这个时候这种情这种行为啊 这种情绪表现啊是不是很好 如果不好的话 那么我们就采取一种主动的去调节自己的情绪的这样一种行为 比如你长时间的处于一种抑郁状态 那么这时候你不妨对着镜子自己对自己微笑 自己对自己进行良好的暗示 那么这样呢 你就会产生心情的变化 你的情绪呢 情绪的状态就会向好的方向去发展 那么第四种调节是认知调节认知调节 我们知道认知因素对于情绪情感的产生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当你情绪情感产生的时候 你有良好的认知 那么就有可能产生好的情绪情感 那么当你情绪情感产生以后 如果你能够正确的认识它 也可以让你的情绪情感有所调节 所以这个方面的调节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道姐就发现 他就提出就是一个道去啊 他就提出这个关于情绪的认知调节啊 有这样几个步骤 一个呢就是唤醒需要唤醒需要调节的情绪 我们本来这种情绪可能是你自己不太意识到的 然后是一种状态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首先要对他进行唤醒 要唤醒他 然后呢我们对他进行合理的解释 对他进行合理的解释 然后找出一个能够引引起他变化的这样一种行为情绪反应方式 然后我们做出这个决定 然后改变目标 最终呢导致我们的这种反应 通过这种方法 我们来对他进行认知调节 那么第五种调节呢是人际调节 人际调节 人际调节和前面的这几种不一样 他是属于环境调节或者一种社会调节 比如说我们让他人的这种良好情绪 他会感染我们的情绪 比如说一个人呢他不太高兴 那么这时候他去和孩子们玩一会儿 孩子们通常天真烂漫 那么孩子们这种高涨的很好的很愉快的 这样的无忧无虑的一种情绪可能就会感染这个人 然后让这个人呢变得情绪好一点 那么这种情绪调节我们把它叫人际调节 人际情绪调节 或者叫人际调节 所以说呃对于个体来说呢 你要想让自己产生这种很好的情绪 很很优很这个健康的情绪 那么要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着手啊 那么一个是行为方面你要注意 另外呢认知方面要注意 还有一个方面呢 就是你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要能自己主动的把自己放在一个愉快的群体里面去 当然生理调节和情绪体验调节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是我们情绪调节的具体的方法原则 那么在具体的调节过程当中 个人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具体的来做 那么第四个问题是情绪调节当中啊 我们要意识到他有个体差异 也就是说调节能力可能不一样 调节能力不一样 我们会有一些差异 有些人呢 他更容易表现更容易调节 那么还有一些人他更不容易调节 那么这个能力是不一样的 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情绪调节 他还表现在情绪激活的预线方面 还有情绪的易感性方面 以及情绪的生理唤起方面 在这些方面可能不同的人也都有不同的几个表现 于是也就表现出来一些差异 所以我们在进行情绪调节的时候 个人要针对自己的情况采取具体的做法 那么我们刚才讲的那种方法是一些一般性的方法 另外呢 一个问题就是情绪调节和我们的身心健康是密切关系着的 所以大家要重视这个问题 重视这个问题 要知道良好的情绪调节 他可以促进我们的身心健康 不良的情绪调节 他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 所以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个问题 注意这个问题 不要不管自己的情绪 让自己的体情绪随意的泛滥 这是这是不好的 是对你的身体健康不利的 那么这一章的内容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情绪情感的一般概念 那么还介绍了情绪情感的分类 以及情绪情感的机制 还有情绪情感的理论 以及情绪的调节 还有情绪情感的表现 介绍了这样一些问题 那么大家呢 请大家结合这个后面的重点问题 那么思考一下这一章的主要内容 那么重点问题在思考的时候 也可以 也可以结合我们的问题提示 那么最好能够最好 最好是个体能够根据自己的这种亲身经历 你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 然后来理解这样的一些问题 那么可能会达到你 这个更更什么呢 就是更深刻的这样的一种体验 更深刻的一种体验 这样呢会达到更好的效果 那么这一章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章是能力 第十一章能力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 但是 没问题 在 Facilit